范贤骑在马上,屁股背隔得有些不舒服,微笑想着先前那位二殿下,心中那股熟悉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。 他自然清楚,这第一次见面正是所谓娇浅颜不能伸实,至于什么内裤之类的事情提也不需提去,只是见个面罢了。 他拔去迎面那只嫩青河柳,问着身边的李洪诚,这二殿下就是想见见我。 李洪诚笑着回答道,他是你的仰慕者,恰巧你又娶了陈郡主,所以他借着看妹夫的名义,想看看一代狮仙究竟是什么模样。 范贤一正,哪里想到竟是这么个由头,连连苦笑摇头,扮上之后忽然叹息道,为何我看这位二殿下总是很眼熟? 李洪诚与他相交数月,早知道他骨子里强硬,表面上温和,但除了偶尔发疯之外,倒是勉励保持着沉稳的模样,此时见他有些失神,不由乐闷道,你应是没有与他见过面才对。 范贤苦笑着摇了摇头,心想二皇子虽然生得清秀,但是毕竟不是林妹妹,自己也不好龙阳那口,怎么对对方如此念念不忘,不由威修笑了出来。 此时李洪诚正好奇看着他,见他闽唇一笑,忽然间震住了,呆呆望了半天,才喃喃硬道,我知道你为什么觉着看二殿下眼熟了。 范贤睁大眼睛,好奇问道,为什么? 李洪诚做出习惯呕吐的表情,因为你们两个有时候都喜欢像娘妹一样羞答答地笑。 范贤一愣,赶紧脸了唇角笑容,苦脸说道,就这样。 李洪诚看着范贤清美的脸,忽然间一阵恶寒,说道,你们两个人身上的气质也有些相像,确实很像娘们。 扯淡,范贤哭笑不得,但玄机心中一动,也许,那位二殿下真的与自己在某些方面很相像吧。 他摇摇头,赶走某春盘在他心头的惊天疑问,再次微微一笑,再恶心了柿子一把,才一挥马鞭,催马往京城里奔去。 一路沿河而行,马行急速,春风扑面而来,河畔的清清洋柳也扑面而来,范贤懒得去躲,自将霸道真气运到脸上,全冲个厚脸皮,将那些洋柳震开,纵马快活。 不一时,他便将柿子与侍卫甩开了一段距离,马儿有些累,渐渐缓了下来。 范贤坐在马上,下意识扭头往水面望去,只见自己已经绕了一段路,来到了花坊很集中的地方,远处有一座花坊已然蒙灰,很颓凉地靠在岸边,与河中的娇人恩客,结采迹传一笔,更显凄惨。 范贤微微眯了眯眼睛,猜到那一定是司灵妇人的花坊,这艘花坊上曾经有京都里最红的女子,也是京都最红火的所在,如今却已经成了这个模样。 看到眼前一幕,他不由想起了那位如今还在监察院大佬里凄苦度日的司礼礼,待春围之后,庆国朝廷就会放司礼礼回北齐,而自己居然也凑巧是这次的主办人,不知道再次见面时会是哪般模样。 当初在大牢里用迷药,用言语,用心理公事,才从那个女子嘴里炸出了刺杀自己的幕后主使是吴博安,而自己当初曾经答应过放了他,还曾经发了个极毒的事。 本来范贤事后,根本不准备认账,没想到后来事情竟然会转变成这种模样。 他的唇角微微一战,又如李洪诚所说的那般,极温柔地笑了起来,心到也算自己应诺吧。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,李洪诚也甩开侍卫,单骑跟了过来,两体马同时停在了水畔,静静望着湖里的太平盛景,偶尔一瞥那处衰败的所在。 一会之后,李洪诚轻声说道,你打郭宝坤的那天夜里,就是在那个花坊上和我喝酒。 范贤笑了笑,说道,我们还在那个花坊上过了一夜。 怎么?李洪诚看了他一眼,说道,不会现在又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吧? 你如今身份与我不同,不说还在老李的私里里,就说这水上的诸多可人, 你如果像我一样夜夜欢愉,只怕第二天宫里就会派大内侍卫把你打一顿。 范贤苦笑应道,我哪有这些心思,只是看着那座花坊偶游所感。 吴伯安并不是你岳父的人。 李洪诚以为他并不知道这些密心,所以小声提醒道。 我知道,对方是长公主的人。 范贤轻声应道,不过既然长公主不再经理了,我自然懒得去想这些问题。 不要忘记,长公主与皇后的关系极好,罪得太后宠爱,而且,这些年,太子一直很信服他。 李洪诚静静看了他一眼,似乎想用这些话来表明某些东西。 范贤微笑道,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,二皇子与我初见,有些话自然是不方便说的,我既然甩开了侍卫,就是想和你私下说说。 两匹马缓缓地向前行走着,马手之间偶尔会磨蹭一下,表示亲热。 李洪诚拔开面前的清清柳枝,轻声说道,你从北齐回来之后,大概就会掌管内裤,不论是东宫,还是二皇子都需要你,我想你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。 范贤微笑无语,听着对方继续说话。 东宫虽然现在向你示好,但那是因为长公主离京的缘故,我虽然不清楚为什么长公主会这样讨厌你,但我知道,在东宫的心目中,一千个你的分量也抵不上长公主的一句话,所以你不能信任东宫。 李洪诚很严肃地说道,你我两家世交,我与你也算是朋友,所以要提醒你,如果真要倒下来的话,于公于私,我都希望你能倒向那边。 他指着和对岸一处独山,那山背后被一道树林断开,正构成了一个二字。 真巧,范贤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,苦笑着摇摇头,排队本来就是个很愚蠢的事情,红尘,我劝你也不要太早站队。 不是巧,那里就是二殿下的别院。 李洪诚微笑道,你的说法与父亲很相像,但是人世间总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。 范贤不认同地摇摇头,今日见着二皇子之后,就感觉很奇妙,这样一个水晶般的人,为什么却不肯像晋王一样做个安分王爷? 李洪诚听到他说到自己的父王,双眼渐渐冰冷起来,往日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笑容也消失不见了。 但但道,天子之家,并无私事,有很多事情,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开的。 你应该记得先帝,也就是我的祖父,当年是如何登上地位的。 两位亲王,在同一天内惨遭刺杀,当时京都的血雨腥风,何其腥臭? 若你能回到过去,是不是也要问下那两人为何不让? 范贤心头一寒,勉强一笑,掩饰内心情绪,说道,当时开国不久,与当前太平景象又不一样,若二皇子肯让一让,东宫也不见得会如何,你看晋王天天在府里种草种花,不也是很快乐吗? 二皇子看得出来,是真的喜欢文学之道,他为何不能学学你父亲? 你见过陛下,也见过长公主,我父王排行第二,但你看他的容貌却已经是个老头子了。 李鸿诚似笑非笑说道,退让,真的会有好结果吗? 我父王心中总有一股悲怨之气,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但想来还不是天子家的这些破裸事。 其实晋王世子真的猜错了晋王如今某座花农的真实原因。 范贤皱眉道,可是你不该跟着二皇子这么紧,不论从哪个角度看,他都是最没有可能的一个人。 其实,以他与李鸿诚的交情,此时这番话已经显得过于深切直白了。 李鸿诚听了之后,微微一正,旋即微笑扶上面旁,知道范贤是真正把自己当作了朋友,轻声感动应道。 如果父母拿了些甜点摆在孩子们的面前,我们必须首先表明自己想要去吃,那么待会儿父母分配食物的时候,才会首先想起你来。 范贤微笑道,二皇子等于一直是在表明态度。 不错。 李鸿诚的眼光离开范贤的脸庞,隔着刘金河对面的小山,看着极远处天空下隐约可见的苍山之脉,轻声说道,先帝是幸运的,因为只有两个儿子,陛下也算幸运,因为他只有三个儿子。 但是,等着大殿下回来之后,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,所以二殿下必须抢先表明自己的态度,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。 我仍然不明白,你为什么要选择他? 很简单的原因,李鸿诚微笑说道,我看他顺眼一些。 范贤挑挑眉头,知道这话或许真假在三七之术,不可全信,只是目光看着这位净王世子温和的笑容,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 他不是一个奢求独善其身的高洁之徒,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自己躲不过去的,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根本没有想着去躲。 男儿再是,快活二字,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东西。 入城之前,李鸿诚很自然地说要去某某楼中做作,范贤自然懒得相陪,举手告别,便在告别之时, 这位爱好花花事业的柿子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话, 今日二皇子要抢先见你,是因为会事之后,大概你逃不出太子的情了。 范贤微微一领,听出对方的话中透露出的一丝信息, 后日大笔,自己虽然资历不足以平倦,但肯定会在太学与礼部两处守着。 看着你会有些天赋的大笔,就像是巴黎通俩。 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天赋的好传道, 我会有什么天赋的? 感谢观看